哲哥 你赶快通知 能不能加他们加码 四次可以的吧 赶快加码 有这个可以联系 其实刚刚给大家介绍 这个回合的两首歌曲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这两首歌 最后都玩了起来 听说杰哥给末卫和自己 这个组合起了一个 很有趣的名字 我觉得名字起得非常好 看字很美 念起来口音好重 那他说的是那个 对 演唱《吴与伦比》的 美丽的组合叫做 节目美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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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那么厉害 我会醉了 我跟末卫以前 有一个叫一起为你秀 我们本来想要取什么 你知道吗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我比较喜欢 我听说两位其实有约定好 就是一定要合作一次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对 因为我们的声音 我们互相那个嗓子 就是太匹配了 对 我们好几年前第一次合作 就是唱《一年之间》 她的对 当时告诉我一句话 让我记忆犹新 就说 Karen姐说 我找到了我声音上面的 另一半 然后我就 因为其实莫卫在我们 深圳部街有一个名号 叫夸夸小姐 她就是每一次都是 特别真的说 这个节目好好玩 你们真的怎么好好玩 我的国语算挺标准的 这个节目真的很好玩 所以请你用三句话夸夸张姐 身材很好 第一个 对 所以你可以多穿这个背心 我已经出汗了 然后就特别认真 特别认真 就是她刚刚在我们等候 要上台的时候 她就一直就是 很专注 想之后准备出场 这个很专业 我觉得特别的有魅力 对 身材好 认真有魅力 同样的这个三句话 也夸夸我们的张真月 身材好 我身材其实没有那么好 挺丰满的 好 丰满 丰满 让我很羡慕 我们阿岳的这首《忙与忙》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刚刚介绍这首歌 观众还有一点点 可能之前听得比较少 有啊 我刚刚在后台 知不知道那个 《忙与忙》什么歌 没有礼貌 但是 但是你知道到后面 是其实很快大家就 跌到这首歌了 对 因为这首歌简单 虽然久远 但是它的可塑性非常的高 是 这首歌探讨的其实就是 都会里面生活的这些人 到底是在忙什么 但我希望给的感觉 还是很舒服 然后很放松 对 你唱得很轻松 一点都不忙 很舒服 就感觉轻松地忙着 这种感觉 对 轻松地忙着 对 这种节奏刚刚好 举重若倾 举重若倾 那我们也多给大家 增加一些信息点 大家可能知道 张正苑是阿美族 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 阿美语的名字叫做 海雅古墓 海雅古墓 对 他真是少数民族的样子 对 阿雅是我的名字 比如帅哥怎么说 其实我们不过去讲帅 会讲说 哇 这个人长得很好看 不论是男孩子或是女孩子 我们都会讲 马嘎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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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马嘎巴 然后还会再更加就是 马嘎巴嗨 就更美更 对 哇 马嘎巴嗨 马嘎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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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 就是你很帅 你很棒这样子 那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 我们彼此都是 那个最帅最美的对不对 三二一 马嘎巴嗨 马嘎巴 谢谢张老师 马嘎巴 好 那么最后一轮 到底哪一首歌更受欢迎呢 也请我们的金曲出品团 来为我们上半场的 最后一个回合进行表态 如果喜欢哲歌队的 无与伦比的美丽 请按一 喜欢娜姐队的盲与盲 请按二 各位请选择 都好听 对 好难选 我听我兄弟 我觉得他们俩的分数 就跟月月那个分数 应该差不多吧 谢谢 又是一个很接近的成绩 祝贺这首歌曲获得了胜利 谢谢我们的三位歌手 谢谢张真悦 谢谢莫威 谢谢杰哥 谢谢 请休息 谢谢 我们赢了 对 看杰哥的表情 对 这样还不赢